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拆成迁原本是九广铁路员工宿舍 其中130多个单位将会以防协站租住屋形式出租 另外有大约50个单位就由社联出租和融运 最近在铁路路轨旁边面向吐露港的住宅 原来和一个已经消失的火车站有关 港铁东铁线前身是九广铁路樱段 1910年通车时候有六个车站 包括尖沙咀、尼麻地、沙田、大埔、大埔区和粉岭 单是大埔区已经有两个站 到今日东铁线接通港九新界连恒内地、客量高企 不过曾经有一个车站因为需求暴跌被永久停用 他就是大埔区车站 1910年12月1日开始叫大埔区车 后来因为太多人误会了 因为当地人就会清楚这个叫大埔区车 不是整名新界人就会在大埔区车 然后走半个小时才去大埔区车 因为当时大埔区车是市中心 有些庙语和虚事 1959年报章说这个站很混乱 所以就把这个站叫大埔区车 后来正式将它改名 如果看文献是1965年就改为大埔区车 大埔区车站规模不大 但连接大埔区车码头形成交汇处 令车站码头变得繁忙 这个车阳的特色就是 其实一个车阳用来转车转码头 去内地的大排湾 或者是新界的东北地方 所以很多人在这儿下车 就会转船去 车站旁边有个移民局 当然这个是一个移民的分局在大埔 都比较特别的 看到这个车站那个 可以当为一个对外离港的地方 移民局基本上都在战后慢慢消失了 除了转火车转船 也都有人到大埔甲附近海滩玩 这里也是蒸汽火车中途的郊水站 至于车站建筑 采用中式外西式内的风格 陈志华说 中式建筑是配合新界乡村文化 而西式高大拱门石柱等 就配合铁路隧耀 九广铁路为刚刚迁入马尿水的 崇基学院新建马尿水车站 在1956年启用 之后改称大学站 旁边设有码头 马尿水码头落成之后 去新界东北和西方的船 都用了这个码头 大埔甲车站 接驳小路的角色不在 连对车站的需求也都预减 1982年起 再由柴油火车分阶段电气化 和铁路双轨化 大埔甲车站变成有名无实的车站 最后更加在1990年代初拆射 建成九铁员公宿舍拆成线 但吐露港一带近年加速发展 政府也正是规划在东铁线加切白石各站 旧车站附近会不会又再热闹起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